应该也是我在春晚上坐幕后坐得最风生水起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一个山上 我开着车去招生还是去找演员记不得 突然有一个朋友打电话 我当时就跟他翻脸 我说这种玩笑能这么开吗 后来我看他说的那么坚定 我把车停在那个山边上 我没有办法理解 怎么可能这事发生在他的身上 毛文件我们是难修难地 我们两个家都一块 是一句成语生离死别 那都是非常有经历的男人 虽然这个生离死别 听上去大家刚才笑了 但实际上我其实特别心疼何老师 是因为何老师在那么短的时期 时间里面是失去两个情人 十天 这个十天是吧 十天 我把我儿子的骨灰抱回来 是第十天 把他安放好的时候 这时候高一敏其实就找不着我 等到高一敏这个消息 听到的时候 当时就精神分裂了 然后告诉我 当时我就在车里 就按着弯不住 快快 又没踩到地 踩到地 踩到地 他等我呢 等我回去 他肚子就上了气了 其实他是养活 睡觉 不许骤停 然后上了一口呕吐 然后再吸回去 造成了气管窒息 枪着了 怎么琢磨怎么 我这个判断是有点对的 因为我太了解了 其实也是他有一种遗憾吧 对 何老师就老觉得 如果那天他在家 就不会有这些 谢谢在家 这个照片 这是何老师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这个二十八号呢 三十二十八号 都是这个内容 就是一条白毛巾 两瓶矿泉水 到那把这个毛巾投湿了 把它就整个塑像 前后雾杯擦得干干净净 然后是满上鲜花 让它 它那个造型也是我设计的 这就是向人间羡慕 是吧 向大家羡慕 然后让它 擦上鲜花以后 它在鲜花掌声中走的 它活得非常精彩 谢谢 对对对 而下边那个你看 1959是在出生日 下边是省了后 没有足以哪年哪年 它永远活着 谢谢 在上海之前 我去见何老师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 他让我看这张照片 他说今天咱们 真的不要把节目 做成贝贝窃窃的 对 咱们都克制好自己 我向他保证 我说一定 但是说实在的 这样的一个巨幅照片 放在这的时候 我还是挺想他的 我坚信您说的对 他过得会非常的幸福 看您今天这么健康 我们也特别特别为您高兴 这个我们要跟全国的观众 一起怀念秀敏大姐 好吗 也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